Final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于庚颖 首先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第二支单曲 Keep Running 这首歌呢主要是Keep Running 保持奔跑 然后呢跟我的第一首歌 梦岛其实是一个连续的 就梦岛其实有跟大家讲 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那个经历的过程 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前走 那第二首歌叫Keep Running 也是想说让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们已经回顾过我们之前的那个经历了 所以第二首歌还是主要是想要讲 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前走 你对整张EP的歌曲布局是怎样一个概念 第一首歌是看自己回头的经历 然后不要放弃 第二首歌是往前走 第三首歌肯定就是往未来 看你的未来 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本届超新星运动会 你两次反向压迹 这次是什么项目 说明我脑子还是可以的 就是因为之前按照以往的超新星网界的来看 它有游泳 包括这一次的双版变成了单版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因此get到了其他的技能 然后也希望之后会有新的项目出现吧 就比如说今年的橄榄球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周二的私房歌单怎么续根了 因为工作太忙所以没有办法一直续根 但是之后这件事情我一定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 今年所有见面会中会令你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星岛见面会的起风了吧 而且当天是10月24 也是出节目的半年的旅程 然后我穿上了自己的之前在里面的那个制服 然后唱的一个 那首歌基本上就等于没唱了 哭得稀里哗啦 对 你过来唱话的时候看到过最有意思的甜蜜吗 他们经常就比如说 我开始之前的那个小饭桌 鱼根鱼小饭桌 他们就开始给我比拼美食 开始内卷 然后呢 当我参加我超新星运动会 对 然后有一次直播是讲运动的 然后给他们补给了一些运动 就开始给我运动内卷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方式吧 对 我很喜欢就是大家比来比去 然后可以让自己看到有更多优秀的音符 昨天艾尔活动直播场 莫佐王耀青老师整个现场的当时的心理活动 快点走开 不要回来 马上走开 不要回来 我当时整个人直接蒙掉了 就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 然后讲话特别有梗 然后一直说小饮 我叫小鱼老师 小饮 你不叫鱼根鱼吗 我感觉我全程就是被他一直逗到 我整个人都已经不行了 没事 说了快答时间 好 男端舞还是谈吉他 都可以 大家就是很想看你条男端舞了 我给你安排了 好的 安排安排 你要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老师 好好好 我尽力 微信的个人签名是什么 没有全力以赴的努力 就别把一时的成功当幸运 最想改掉的一个习惯是 固执吧 最想维持肌肤状态的秘诀 睡觉 睡觉其实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睡不好的话 你可能很多 包括你用产品 包括你可能去护肤 效果都会减半 所以一定要注意休息 对 在这情况买什么手 我的头上也有毛毛 选一个艺人朋友合作 你会选谁 肖静腾老师 因为他叫篮球场 叫我打球就不要出门了 一句话形容你眼中的音符 我觉得都是缘分吧 就是我相信磁场这个东西 就是你是一个想要的磁场 你就会感到什么样的人 就跟我应该差不多吧 游戏时间 现场跳一段穷叉 Honey Tata 你叉叉 叉叉知道什么 搞错了 再来 3 2 1 你叉叉 上日出 虫哈喊 上日过 哈利波的旗船马飞 sorry sorry 耳朵的烧蝠 却其能清理的蓝天队 什么是 坏的星球 虫哈喊 小鱼 感谢这段时间 为什么每次都说自己老了 明明的年纪不大 这个是有相对性的 比如说相对于我的经纪人 我肯定是比较小的 相对于更多闯人 多半都偏弟弟 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年纪大 相对性 很喜欢看小鱼的小饭桌吃播 和好朋友聊天的日常 想问问小鱼 什么时候可以给小鱼服直播 或者我络子看看哪个菜 会的 我只能答应你们说会的 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但我一定会想要给你们露一首 对吧 毕竟还是能炒几个好菜的 爱吃阿尔卑斯的泽尔 一个小鱼家的冰姐姐 她这个ID确实有点长 能遇见鱼更鱼是我意想不到的美好 她总是喜欢说 我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多回馈给 多回馈一点给你们 因为我们的爱是双向的 我现在也在为爱发电 每每听到这句话都特别感动 我们其实不需要她回馈什么 她能够尽情享受每一个舞台 拿着麦克风一直坚持下去就好 我们在人海里爱她 为她挥舞着荧光 这个冰姐姐呢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她见面会的时候也有来 然后她说她希望我可以去她的城市 有个线下 然后她可以保护我 我当时特别有安全 对我希望就是每一个音符 其实都有各行各业都有 然后希望在她们的行业里面 她们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 今天的采访聊得特别开心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新歌 多多支持我的作品 然后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豆姐 今天采访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